有份参业 我国第一部千万票房 本地电影《吉隆坡黑帮》 KL Gangster的马来演员 李兹万哈欣 疑似心脏病发作 今早吃早餐的时候 突然从餐椅上摔了下来 宋愿后宣告不至 享年63岁 李兹万哈欣的前妻 也是本地演员迪蒂阿里亚斯 下午在社交媒体宣布了有关的死讯 同样是演员的李兹万哈欣侄子 伊曼·祖卡纳因 也证实了这项消息 他指出李兹万哈欣在三年前 就有心脏问题 今早他和儿子共进早餐时 突然从餐椅上摔了下来 儿子赶紧为他进行心肺复苏术 再送到吉隆坡中央医院 但已经回天法术 他的遗体过后安葬在 雪州乌鲁冷月的杜顺大墓园 李兹万哈欣在1981年 以广告模特而出道 后来参演电视剧 从此踏上了演艺之路 是宏吉一时的本地演员 他在吉隆坡黑帮 饰演一名黑帮成员 叫做King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收音して 收音 camera 汇总 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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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 吉祥 吉祥